一升游77公里 连马哈 挑战赛最新成绩啊 这个成绩好意思拿出手 来站下面说说改讲吧 我觉得是一百多公里 你多跑的一百多公里咋跑出来的 这又不是我测试的 我只是一个参赛者而已 我被蒙在鼓里的人而已 所以说你今天来试一试这个 一升游77公里吧 这个我觉得不成问题 技巧的话说不定能达到一百 对于你一百六都很轻松吗 那是一位 纯属一位 咱们问问哪个能一升游77公里了 今天问问你吧 说一升游能跑多一些的话 那肯定是巧格 因为巧格毕竟只有90公斤重 这个重量再结合着你的体重 其实你的体重并不沾光 你如果说只有 你要是有50来公斤的话 那你更能创造奇迹 哪个车是跑了一升游77公里的 这个吗 他说的就是这个专业车是测试 咱们自己的游戏 骑不了的 咱们自己人就用了 百公里是两升游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是哪一款车做的试验 巧格嘛 巧格 巧格轻 专业车是有巧格骑了430公里 一升游骑430公里 不停 不捏车 一直走 那咱一般人 骑一升游的多少公里 一半公里 北红里就两升游 百公里两升游 一升游那就跑50公里 一升游就是200多 行 你不可能骑到不捏车车 你去光光前坐 对啊 不然你捏车车 一停 掉下车就回来了 等红里等 对啊 对 等红里能量省游就四五公里 哦 拽车车车 只是给它有提发 它没法和正常情形来比 只是这么一个 哦 它只是测一个比鲜 对 对 是 这是把咱们拥有的应该是对点 嗯 所以说成了一个笑话呢 那是 那两升游就已经耽了 嗯 靠把车车是 控制在两升左右呢 就特别耽了 一家砸排车都是三升 好多车都在2.56 没有 亚马哈基本上有两升游 嗯 亚马哈是最好的 我知道 那轻 然后亚马哈的这个创合科技发动机 还省油 对 确实是 就同级别的药物 它是最省的 嗯 嗯 是 冒汗了吗 又是不可冒汗了 我再了解一下 了解 好了 谢谢啊 你们是做什么调查了吗 我们一箱由正常来说的话 在省油的状态下 430公里就已经很牛叉了 当然你说上回那个嘛 其实确实就是算错了 谁还不犯点这个被蒙啊 哈哈哈哈 我们那会儿确实 他算错了 我们被蒙了 就是这么个结果啊 对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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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是